今天我们给大家修一个小米max3 它的故障是不触摸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故障现象 继修过来的一个机器 它把这个屏幕都已经分离开了 整个主板都是拆出来的 拿过来的时候 它说这个机器是没有触摸的 那么我们现在实际验证测试 也确实是没有触摸 现在触摸不理 那么我们接下来把主板取下来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座子的对机组织全部测一遍 这几个角是管触摸档正点测试一下 这个是触摸的复位 刚才这两个是触摸上面的一个IRC损线 把触摸的供电阻值测一下 触摸上面有1.8V的供电 还有一个3.3V的供电 我先测一下这个1.8V的供电的对机 我们来看一下 沿着这条线下来 到我们这个机口座J1100的提示角 这一路供电的阻值是1点多 1.105 我们触摸的1.8V供电对机组织 看一下这一路供电它都送到了哪些地方 这路供电是从这个S1100这个供电管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我们先找到这个供电管 S1100这个供电管 我现在标出来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对照我们实物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一个供电管的 正常这里要有一个供电管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这个供电管好像不在了 没有到底是它原厂就没有装 还是被谁拆掉了 因为这个原厂上面好像是有些地方就是没有装的 它本来就是没有装东西的 这一路供电是必须要经过前面的这个供电 送到这个S1100这个供电开关管上面 然后从I2角进 从I1角出才能得到这一路供电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开关管呢 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尝试先短接一下吧 短接试一下把I2角和I1角进行短接 短接之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 短接完之后呢这个触摸呢还是不灵啊 还是不行啊依然不行 那么我们接着来查一下啊 刚才我们短接了这个地方 还是不灵 把这个供电管的I2角和I1角短接了啊 还是不行 原来刚开始这个组织1000多啊 现在200多组织正常 但是现在还是无触摸 还是无触摸的话 我们接着查一下 我们先分析一下电路啊 我们顺便的把这一路上面的全部都查一下啊 因为这一路供电一开始看到这个组织一场 然后我们查到这个供电管这里 把供电管短接了之后呢 组织正常了 但是这条供电线路上面呢 还有两个上拉电阻 顺便呢把这两个上拉电阻呢 也查一下 看一下这两个上拉电阻是不是正常 因为这个是给触摸的这个ARC准线上面的 两个上拉电阻 一个是R2830和一个R2831 这两个上拉电阻 我先来看一下R2830 大家检查一下啊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奇怪啊 大家看一下 R2830这个地方本来是应该要有一个上拉电阻的是吧 这里好像这个上拉电阻没有了啊 这上拉电阻现在是看不到啊 没有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上拉电阻在不在 另外一个是R2831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刚好就在他旁边 他旁边的这个是在的 大家看一下 他旁边的这个上拉电阻在啊 他这个右边的这个呢不在了 那么这个上拉电阻是一个多大的上拉电阻呢 在原理图上看一下啊 原理图上写的是2.2k的一个上拉电阻 随便找一块主板呢 开一个 好 我们把这个电阻呢 补上去啊 好 已经焊接OK了啊 我们把这里刷干净 好 刷干净之后呢 我们再来测齐 再来测试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修复 哎 这个触摸已经好了啊 触摸现在有了 好 现在触摸是正常的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背面啊 这个地方 他是有两个键啊 有两个键不知道跑哪去了 然后补完之后呢 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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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